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15集 任一门 哎 之前我就听说 龟母天尊被这白小春炉走时 似乎发生了不可描绘的事情 现在来看 是真的了 天哪 若真的如此 这白小春也太强悍了 我看是有八九 不然的话 龟母天尊为何要主动的离开那邪皇城 选择此地震烧 邪皇朝的众人在这离去时 纷纷神色诡异的传疑开始了议论 不管众人如何猜测 如何传疑 随着他们的离去 这云海州好似被封印般 再没有其他州的救援之人 而白小春与公孙王的一战 也震慑了这云海州本身就存在的修士大军 如此一来 斗志全无之下 大天师与巨鬼王只是稍微的发起攻击 就催枯拉朽一般直接取得了胜利 云海州的那位邪皇朝的半神更是索性带人匆匆离去 自也不担心白小春会阻止 毕竟两大皇朝之间这样的事情太过平常了 就这样 在大天师看来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掌控的局面 实际上一共加在一起也没几天就已成功的占据了云海州 当白小春来到云海州的核心云海城时 他看到了振奋无比的巨鬼王 还有哪怕想要去克制 但墓中的神采依旧显露出内心激动的大天师 白小春同样振奋 因为准确的说 这里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属于他们的根据地 没有人会来抢夺 毕竟圣皇朝一切还是都讲一些脸面与规矩的 白小春堂堂正正自己打下来的地盘 别人要动也需要斟酌斟酌 虽还是隶属于圣皇朝 可如今也不算是寄人篱下了 巨鬼王深吸口气 看着四周的城池 他的内心无法平静 来到永恒先遇这么多年了 只有此刻他才真正的有了一种扎根的感觉 只要成为强者 才可有选择命运的资格 若非大人修为突破这云海州 也绝非我等可以染指的 大天师缓缓开口 白小春点了点头 他明白 在这永恒先遇内 只有成为强者 才可算是真正站稳 否则的话 就只能寄人理想 委屈求全 而他若也都如此 就更不用说通天世界的其他人了 修为才是最重要的 白小春深深吸气 一次次的事情 让他一次次的意识到 自身的强悍才是力深的根本 哪怕修炼再枯燥再疲惫 可记忆里过去的一幕幕 无不让白小春在修炼上 将一切的懒惰都斩掉 此刻 这云海周内白小春心知肚明 自己不适合去管理 而大天师与巨鬼王则是最好的人选 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将此事交给了二人后 在这云海周内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闭关 他准备尝试看一下 将那残山令牌内日渐稀少的气息全部都吸走后 这令牌是否有其他变化 时间流逝 在白小春这闭关修炼中 整个云海周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每天都在变化 大天师与巨鬼王在这统筹与管理还有规划上配合的极为完美 与此同时随着云海周被夺回以及白小春的坐镇 此消息的不断扩散下在这第二仙域内通天世界的修士 竟陆续的有不少来投奔 以往的时候 零九天尊会干预阻止 可经历了与白小春的矛盾与手段后 对于此事他索性不再压制 睁之眼闭之眼 只要不是大范围的勇去小部分的投奔 他直接就无视了 而大天师与巨鬼王更是将附近其他州无论是邪皇朝还是圣皇朝都加以打点相互本就没有丝绸 很多时候维持一个平衡是他们这些修士心理所向往的 尤其是有白小春坐镇此地 使得大天师与巨鬼王在姿态上也都可以硬气很多 反倒在与四周其他州的接触时 这样的姿态获得了更多的尊重 就这样 在这圣皇朝的第二仙语内 云海州的变化与日俱增 这一切 白小春虽在闭关 可时而的外出时也能清晰感受气氛的不同 随着通天世界来人的增加 随着云海州的逐渐热闹 那种家的感觉让通天世界之人有时候会恍惚的以为还在通天大陆上 可白小春明白 这里看似一片生机勃勃 可实际上并非特别的安稳 除非有一天他可以拥有与邪皇以及圣皇抗衡的资格 才可以发动一切力量 才可以真正的站稳脚跟 才可以去寻找所有流落在外的通天世界之人 这些念头就更加坚定了白小春不顾一切修行的决心 终于在数月后 当白小春的修为彻底的站稳了 在天尊初期巅峰时 残山令牌上的古怪气息彻底的被他吸收殆尽 这白小春研究了快一年 除了那古怪的气息 没有其他收获的残山令牌 在其内气息消失的瞬间 竟不需要白小春怎么研究 只是他神识融入进去 就立刻脑海昏明起来 随着脑海的波涛翻滚 白小春在密室内打坐的身体猛的一阵 若有其他人在这里 此刻一眼就能看到白小春的身躯 居然变得有些透明 仿佛虚幻一般 很是诡异 偏偏白小春自己却好似没有察觉 此刻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脑海的画面中 仿佛意识离开了身体 所在之处赫然是一片漆黑的虚无 准确的说这里是星空 在那星空中 那把蚕蚕已经距离永恒仙雨极为遥远 正在飘行 速度看似缓慢 可实际上若去比较的话 奇速之快 甚至超越了太古皇者 这是白小春第二次在这种情况下看到残山 他望着这近在眼前又仿佛远在天边的残山 心底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似乎只要他愿意 可以瞬间就进入到这残山内 这个感觉在白小春意识里越发的强烈后 他心神木然移动 想象自己的身体出现在残山上 几乎在这个念头升起的刹那 白小春在永恒仙雨密室内的身体竟瞬间扭曲 直接就模糊不清 很快的竟无声无息的消失在了密室内 没有引起丝毫波动 甚至就算是有太古皇者在这里 都很难察觉白小春的失踪 似乎他的消失如被抹去一般 而出现时 白小春呼吸急促的发现 他已经站在了残山的广场上 四周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 这里分明就是当初他与其他人一起到来的善把守的位置 唯独不同的 是当初他身边人不少 而现在整个残山就只有他一个人 白小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快走几步到了广场边缘 抬头看去时看到的是一片漆黑的星空 我居然真的来到这扇子上 白小春的心跳加快 有种很强烈的不真实感 他更是担心自己来到这里后就无法回到永恒鲜语 这个怠心让白小春紧张无比 他赶紧在脑海里想象自己离开了扇子 回到了永恒鲜语的密室中 这个念头一升起 白小春顿时就察觉到 手中的那枚令牌好似化作一个黑洞 眨眼的功夫 自己的眼前就一片混乱 当清晰时 白小春惊喜的看着四周 他已然回到了密室内 这个灵牌 居然是可以让我随时进入残善的钥匙 白小春激动无比 站起身在密室内来回走几圈 始终无法平静 他太清楚这件事所代表的意义了 这代表着残善内所有的法宝 所有的资源 还有那最终的传承 必然都属于他 因为闯关者就只有他一个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